Bonnie? 我聽你上次的建議 追加了一條死屍道具 到時候如果那群人 真的推理不了誰是兇手的話 你就叫他們逐個輪住 入守正房調查屍 我會留下線索在頭髮、手和鞋子上 知道,師父 我一會兒還約了導演談事 我弄好了手尾,你就過來弄 知道,師父,再見 好,再見 我還在弄什麼手尾 我還在弄,我還在弄 我想看 你… 等等 大家人齊了吧? Bonnie,為什麼是你? 我是今天的主持 什麼?你是主持,大妹呢? 師父有其他事要做嗎? 還是她怕自己的劇本寫得差 所以不敢來吧? 差不差,要大家玩過才知道 如果你有任何質疑,你可以選擇退出 小小是想見識一下善姐的作品 所以少說大家一起玩而已 那不如小說,正式開始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今天聚在這裡 就是要調查一宗二十年前的校園霸凌案 當年還在讀中學的素系 是每一晚突然離奇墮樓身亡 在座各位都是嫌疑人 現在請做個自由介紹吧 你好,我是新聞主播,賢震 我只會報新聞,不會殺人 我是賢震男友,再進 怎麼抱著我老婆?你是誰? 我是賢震,我是賢震的老公 不用管他們的寶寶,你還愛我慧婷 你看我,是不是比賢震學好多呢? 賢震,你還記不記得我是誰? 你是… 我是東欣,你不記得嗎? 當年就是你用這支電髮棒 弄得我全身燒傷 是你摧毀了我的人生 你竟然敢說不記得我? 冬欣,你不用怕 以後我會在你身邊陪著你 不會再被人傷害你 太好了 言真,我很高興可以見到你 你別以為我會害怕你 師父果然是師父 第一次寫劇本殺就令大家這麼入戲 原來素希死的時候已經有了在盡的寶寶 難道你就是兇手? 你別看著我,行不行? 我是不會殺女人的 現在CCTV被人洗了,沒有線索 那究竟是真兇洗完CCTV的影片 還是還有幫兇呢? 總之不關我的事 媽媽,我很亂 過了鐘了,你們找到兇手了嗎? 還沒嗎?還沒 Pony,麻煩我們拍攝攝影機 再給我們五分鐘吧 對不起,各位 我今晚約了採訪,我要先走了 怎麼搞的?你走走,我們怎麼玩呢? 總之我不是兇手 我已經把我知道的事全都告訴你 你們加油了 好… 好,規矩 要不然你幫我跟善姐說 我真的想不到兇手是誰 我金霸夏風,這樣還沒? 阿爸 你還在公司? 阿爸… 要捨啊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 沒辦法了 現在起碼排除了一個嚴重版 我們再討論一下 一定可以找到真兇 看你們這麼久都沒找到兇手 好,其實我還有線索給大家 你早說嘛,不說,你什麼線索 來吧,說吧 Pony真是的 死屍這麼重,這個線索又不是 你早就跟我們說 大妹… 你親身上診,假裝死屍 還假裝得挺逼真 大妹,我現在在你身上搜尋了 德美人哥,還要搞多久? 金叔吹,我們回去吃飯吧 別吹了,我什麼都找不到 不如你看他的頭 手腳腳腳有沒有異樣? 頭髮有血跡 來,有一把剪刀 難道這把剪刀是個提示? 大妹,我現在剪你的頭髮下來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你就… 你就把兩根後空花給我看看 同意? 好 好玩 好玩,我怎麼說? 你怎麼說? 對不起 我們找這麼久也找不到空手 不如放棄吧 不行,如果我們認輸 神秘帶妹妹又少了我們吐黃膽水 人哥, 餵一口氣, 值得嗎? 就是了, 我們再這樣下去 也不是辦法的 Bonnie, 你叫善者出來解話吧 好… 師父他去了見導演, 不在這裡 那就由我來解話了 怎麼會? 明明善者在守正房扮著四屍 我們剛才每個人都有手過去的 是呀… 什麼話? 師父 大妹妹, 你看得怎麼樣? 我…為何到家? 我猜你是在設四屍公仔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頭部 是… 好像是, 為何我除了頭痛之外 不是, 我的眼睛, 我的鼻子也很痛 我全身都痛, 扶我去醫生… 搞什麼?我們是守耳朵的? 我們就救救了? 誰跟我不救? 姐姐, 剛才醒來, 你休息一下吧 是呀… 給我一塊計劃, 伴地給我一塊計劃 伴地… 很害怕 我… 我怎麼沒有分頭髮的? 別擺臉了, 我是不是會弄得這樣 是誰?為何會這樣? 你聽著, 無論如何 我們千萬不要爆誰弄得這麼大膽 這個秘密我們要帶進棺材裡 什麼情況都不要爆香口 好…不如我們現在回去劇本社會 刪除CTV的片子, 這樣死我了 好呀… 誰弄得我這樣? 我一定可以敲到的 好呀…